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切开了这只怪鸟的幻影 但是动作自然迟缓了一下 让那僧人避开了要害 只是在他的肩头处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 鲜血直流 而另一只抓向赤红圆球的手掌 在几乎马上就要得手的时候 圆球却突然从僧人的手上离去 向另一边的老太太击舍而去 老太太喷出黄芒 已到了人形傀儡的身弦 竟是一根闪闪发光的黄色细针 人形傀儡双目紫光大放 竟对此针不躲不避 那只撞向火红圆球的手臂却猛人一颤 接着嘎嘣之声传来 这个手臂竟一下子脱离其身体飞出 一闪即适的追上前面的圆球 一把捞到了手中 然后呢 一个盘旋击舍而回 黄色细针 几乎同时击在人形傀儡的头颅之上 发出了一声沉闷的爆裂 黄芒闪动而起 不好 哎呀 一惊一喜 两声截然不同的叫声 从僧人和老太太口中同时传出 这倒不是二人有什么不同的想法 而是僧人眼见了火红圆球 被别人收起 自然是惊怒异常 而远处的老太太 却眼见自己苦修数百年的本命法宝 一下子积在对手的要害处 而对方丝毫防护都没有的样子 不禁大举起来 人形傀儡身形向后连腿竖步 才勉强的稳住 重新站直身子 冷冷的望向了老太太 在其太阳穴处 一个拇指粗细的小孔赫然出现在那里 但是马上孔中荧光一闪就恢复如初 连一丝伤痕都没有留下呀 这一幕让老太太可目瞪口呆了 但马上又感应到了什么 口中忽然发出尖叫 黄梅珍 你把我的黄梅珍怎么了 人形傀儡木然的一只手掌缓缓抬起 在此手心处啊 那枚黄色的细针正在那里弹跳晃动不已 拼命的想从手掌上逃出 但是呢 却被一团荧光包裹其中 根本没有办法顿离此地 老太太一见此景啊 脸色变得苍白异常 嘴唇一动 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人形傀儡却默然两手一搓 手掌之间刺目荧光大放 那枚黄色的细针一下子就变得暗淡无光 灵性大失了起来 而老太太心神牵动之下 一声大叫啊 连吐数口精血出了 竟一下子操作了不少元气 那灰袍僧人呢 脸色撇清 顾不得自己背后的伤势 突然两手一扬 无数团拳头大小的荧光 从其手中是狂勇而出 竟隐隐地带出了风雷之声 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宝物 竟然声势如此的惊人 但是 在空中的寒泪见到此景 口中黑黑一声冷笑 神念一动之下 人形傀儡就默然的两手一掐绝 周身荧光大放 在光芒一连 就诡异地在原地消失不见了 那些银色光团 自然纷纷激到了虚空之处 丝毫效应都没有起到 僧人和老太太互相看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中 看到了绝望之色 而这个时候 四周金丝离他们二人呢 只有七八状元而已 他们就是有天大的本事 如今也已经是插翅难飞 韩丽悬浮在高空中 双手倒背 有些冷漠地看着下方 大羹剑阵 终于彻底合拢到了一起 无数金丝 最终化为了一团巨大的金色光球 而在那光球中 先是一阵忽鸣的爆裂之声传来 将那光球阵得连晃几下 接着老太太和僧人的惨叫之声 先后传来 在灵怒透视之下 他清楚地看到 这两位元英中期修饰的身躯 转眼之间就被乱刃分尸 藏在肉渠中的元英 倒是多支撑了一会儿 但在这么多的金丝 持续地展切之下 也最终化为了点点绿光 从这世间消失的事 无影无踪了 至于二人的除戴 和二人驱使的那些宝物 更是一件没有剩下 全都被见证 唯能灭杀的是一干二净 只剩下黄绿两种颜色的 那两团极寒之夜 轻轻地漂浮在空中 轻烫了一口气 杭力面上神色一缓 却露出了几分寂寥之色 轻轻默然片刻 他身旁突然迎光一闪 人心傀儡 无声无息 现行而出 单手一地 那个抢来的火红圆球 出现在了杭力的眼中 他一语不发地伸手接过 仔仔细细地打亮起此物 这个圆球吧 细看起来成半透明状 里面隐隐地有一团刺目的红艳 方滚不定 仔细地看去 竟是一只迷你火鸟在那里 盘旋飞舞 栩栩如生 神妙之极啊 而在这个火鸟的四周 又有五颜六色的各色符纹闪动 每一个符纹细看之下 竟全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古文 以杭力如今对古文字认识的渊博 竟也没有办法辨认出这些文字的大概来历 竟然似乎是一种全新类型的上古文字 杭力端详了大半天 眉头微微一皱 此物既然是这两个人在最后关头拿出来的 肯定是非同小可 被他们视为杀手锏的重宝 但是这圆球似乎看起来的确有些神妙 里面似乎也蕴含了不少的火属性灵力 但是若说就这点灵力就能破坏掉他的大耕见证 他根本就是在开玩笑嘛 看来呀 此物的真正的威能应该是在那些符纹上面了 但是偏偏这些古文 他一个都没有办法辨认出来 自然更加谈不上什么领悟了 现在可不是他仔细研究东西的时候 杭力想了想 从储物袋中再取出了几张静置符录 贴在了这圆球之上 然后呢 又取出一个刺金非金的木匣 将这圆球小心的收了起来 留待以后再用 这个时候 杭力抬头往那只麒麟幻影方向望去 只见这个幻影啊 就在这短短一小会儿的功夫之内 体型就小了一圈下去 而在其体内漂浮飞动的火压 却显得精神异常 反而体型大了三分之一左右 看到这一幕 杭力摸了摸下巴 目中露出了若有所思之色 他当即呢 也不着急于将此旅争火收回 先两手一掐绝 后中咒语声出口 顿时啊 从下方虚空处浮现而出 上百道金光 一颤之下 其中大半溃散消失 最后只剩下了三十六口金色小剑出来 杭力漠然的刨袖一抖 这些小剑呢 就化为了一道道惊鸿 没入他的大袖之中 然后目光一转 就落在了留在原地的两团寒雁之上了 这两团寒雁在下方一动不动 闪动着淡淡的微光 看起来实在是不起眼的样子 杭力并没有马上收取这两团寒雁 而是歪了歪头 整个人陷入到沉思当中 突然 他目中奇光一闪 往身后那五子魔身上一扫 又看了看下方的两团寒雁一眼 整个人猛然想通了什么事情 竟放声大笑了起来 笑声震得整个洞窟都嗡嗡的回响不停啊 很好 看来这次还真是不须此行 杭力笑声一收 且喃喃自语了一声 他两手朝下方虚空一招 两团寒雁被一股无形之力凭空吸住 转眼之间就到了其身前 在雷鸣声中 杭力放出了无数道纤细的金壶 将两团寒雁同样禁锢成金色的丝球 用玄冰盒收了起来 做完这一切之后 杭力又袍袖一抖 放出那只黑色的玉瓶出来 口中咒语声一起 要将五子童心魔重新禁锢到玉瓶当中 这五魔呀 似乎知道杭力的打算 有些磨磨蹭蹭 一副不愿意再回瓶中的样子 杭力脸色一沉 口中一声利贺 伸手一点 五魔身上的钢银环顿时一颤 泛起了青色灵光出来 臭五魔呀 一定吃过不止一次这些圆环的大亏 一见此景呢 顿时不敢再违抗杭力的命令 马上发出了冥冥之声 转眼之间 化为了五股灰白之气 射入到了瓶中 杭力这才袍袖一卷 将小瓶收回 小心的收了起来 那至于身旁的人形傀儡 杭力倒没有收起的意思 反而是从储物袋中掏出了一块翠绿的高阶灵石 往傀儡身上一拍 就将另一块快耗尽的灵石替换了出来 而傀儡只要不是处于权力应敌的情况之下 对灵石的消耗是微乎其微的 他身形一动 人呢 轻飘飘的落了下来 站到了乱石堆中的一块大石前 这个石头啊 裸露出一些较大颗粒的万年玄域 闪动着淡淡的白光 杭力眉梢一条 单手往储物袋生一幅 手掌中就多出了一个细井长瓶出来 伸手冲此瓶一点 瓶口盖子自行飞出 然后略倾斜 顿时啊就从瓶子里倒出了一大团漆黑如墨的液体 散发着阵阵的灰气 竟和白梦新用来取出万年玄域的阴灵水是一般无二啊 这些液体正是寒历误入鬼物阴明之地之后 带出来的那些沉水 当初觉得瓷水有些特别 用一些容器带出不少 后来空闲的时候呢 他就特别的研究过瓷水 但只是发觉 他们虽然说粘稠阴寒 但是除了让法器临时附加一些阴火外 并没有发现其他的特殊效用 也呢就一直搁置在储物袋中了 如今下到悬浴洞中 目睹白梦新去万年悬浴的经过 他这才愕然发现 这所谓的阴灵水 赫然和这些沉水一模一样 当着上人等人的面 他虽然说没有贸然的用神念 确定两者的真正一同 但也是怦然心动啊 有多半的把握 相信这两者应该是同一种东西 毕竟那沉水的名字 只不过是误入阴明之地的修士 自己取的而已 而且两者又都是阴寒液体 看起来也如此的相似 现在整个悬浴洞 只剩下他一个人 他自然要尝试一下了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杭力冲着这团黑色的液体一点之后 整团液体一晃 缓缓地飞到了石头上空 然后微微一颤 从中落下一小滴来 眨眼之间就没入到了下方的白光当中 果然一切都和当初白猛星取玉的时候情形无二 黑色的液体在悬浴上一闪即逝 没入其中 同时呢蒙上了一层灰气 杭力心中一喜啊 冲着玄玉手指一弹 顿时一颗豆粒大小的青色光弹弹了出来 积在玄玉之上 碰了一声清响 玄玉微微一晃 自行地从石头上脱落而下 被他吸入到了手中 他凝神望了几眼手中的玄玉 再一扫整个洞窟中 所有泛起白光的矿脉 嘴角泛起了一丝笑意 虽然说凭他带的沉水数量 说要把整个洞窟都搬空 那自然是不太可能 但将所有半裸露外面的玄玉 带走个七七八八 却绝对不成问题 心中如此想到 杭力当即再向储物带上一拍 另一个差不多形状的长颈瓶 出现在了手中 随手扔给了身旁的人形傀儡 傀儡呢 莫不作声地接下了玉瓶 身形连晃了几下 就出现在了洞窟的另一处 一手拖着瓶子驱使出沉水 一手呢 则抓着一个除弹 开始摘取玄玉 杭力这边也在做相同的事情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数个时辰之后 充斥着整个洞窟的玄玉寒气 不知不觉的稀薄了许多 而原本遍布整个洞窟的白色光点 早已经是七零八落 一下子少了三分之二还多 当哈利将最后一滴沉水 滴在某块玄玉之上 将此玄玉收进除袋中 就尝出了一口气 但是他四下打亮了一眼 脸上又闪过一丝可惜之色呀 若是他当初知道 这些沉水竟然有如此特殊效应的话 肯定不会如此做的 不过既然如此 他已经收集的万年玄玉的数量 实在是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数量了 经他取下的大小不一的万年玄玉 足有上千块之多 可惜有些块头较大的玄玉 需要滴入的阴灵水 并不是一滴就可以的 否则他可以取下的数量 还不止这些 他正暗自想着 那边的人形傀儡忽然身形一晃 直接向他飘来 然后一抬手将那个变得鼓鼓囊囊的锄带 直接抛了过来 杭力伸手接过了此物 用神念随意的朝里面扫了一眼 里面果然也是千余块的样子 如此一来 这么多的玄玉 已经让杭力开始思量 除了用来加入七十二口飞剑 还可以用它们练制哪些奇宝 或者加入其他一些已有的宝物当中 来增加一些宝物的威力 不过即使杭力这么做 也不可能将如此多玄玉全都用完 剩下的大部分玄玉啊 他还是需要借助这些玄玉的寒气 来提炼精纯一下自己的极寒之夜 毕竟有这些玄玉寒气辅助 精炼寒厌应该可以说事半功倍 杭力对这些事情没有细想 只是呢 在脑子中一转 就先抛制到了脑后 他将储物袋收好 再次抬头 焊向高空中太阴真火所化的火鸭 此刻呀 这只火鸭的体积足足 比先前的足足大了五六倍有余啊 已经有头颅般大小 而那个麒麟幻影却早已不成形态 只剩下了包裹火鸭的薄薄的一层白气而已 那枚玄玉牌更被火鸭闲在了口中 正在一抛一抛的戏耍个不停 哈利建斯一愣 随即露出了一份 哭笑不得之色 急忙抬手冲空中一招 顿时呢 那块玄玉牌脱离了火鸭之口 直奔他飞手而来 落在了手中 没有玄玉牌的支持 剩下的白气瞬间一散 大有溃灭消失之意 火鸭见此啊 口中立刻一声低鸭 双翅一盏之下 扑翅一声 整个身躯化为了一团赤红的火焰 冲着残余的白气一滚 就将所剩不多的白气都席卷入内 接着统统收入到了体内 做完这一切之后 这火焰再次化为了火压形态 有些兴奋的在空中一个盘旋之后 就徐徐的落在了汉里的尖头之上 并歪着脑袋 用尖嘴整理了一下身上 变得更加艳红几分的火鱼 汉里呢 扭头望着火压 脸上出现了一丝惊讶呀 这太阴真火 可比以前的灵性大增了许多呀 他低头看了看 这手中的旋御牌 似乎想到了什么 另一只手呢 虚空一抓 顿时一缕旋御寒气落到了手中 被一团紫罗集火轻轻的包裹着 汉里 目中蓝芒闪动之下 清楚的看到 紫燕中寒光再也不是原先看到的丝丝实体形态 而是变得松散异常 已经和普通的寒气没有什么区别了 汉里有些恍然 打亮了一下手中的旋御牌 最后嘖嘖撑起两声 将此宝收进了储物袋中 当他将整个旋御洞再搜索了一遍 确定再也没有什么收获之后 就带着人形傀儡和火鸭 画为一道青红将入口处 顿趣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怀人修仙传第708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